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最近在耳機架掀起一番熱潮 就是頭帶式的耳機了 因為今年很流行復古或者Y2K的風格 特別韓國有很多榮星都戴頭帶式耳機 再加上最近的天氣慢慢開始變動 所以我發現香港最近出街戴耳機的人都多了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除了當他們聽音樂的工具外 還是一個食物 而今天要跟大家開箱就是Mondo的On-Year Freestyle 它是一隻細小隻行復古路線的便宜貼耳式頭帶耳機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Go 這隻耳機定價很便宜 港幣599元便入手 它一共有三種顏色 分別有黑色、我手上的米灰和大緊的透明色 三款都是相同的價錢 這隻的米灰和透明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現在就跟大家開箱這隻黑色 首先打開 第一層打開就會看到耳機本日 下面那層就有一個收納袋 另外一隻顏色的耳面 有一條USB-A到USB-C的充電線 還有這本說明書 三款的耳機已經放了出來 我發現除了他們本身主色之外 三款的耳機都加入了橙色的元素 首先在耳機上面就會有一顆橙色的點點 另外除了耳機本身的主色 它們還有一對橙色的耳面 米灰色就有橙色 透明色也有橙色的耳面 而黑色因為它本身已經用了橙色的耳面 另一副就是黑色的 換了橙色耳面之後 立即想起去年代Walkman的頭戴耳機 三種顏色在外形上都有些分別 黑色和米灰色的款 在耳機部分就用了霧面的材質 機身就會看到他們的Logo 而透明色就是做到可以看到裡面的結構 所以它的機械感就會更重 頭頂部分就用了一條很幼的金屬 左邊有一個轉盤 右邊同樣也有一個轉盤 在右邊的機身也有一顆實體結 而裡面就有分左右的標示和調校闊度 重量方面 因為它很小而已 所以大概71g左右 比起全罩式的耳機 隨便刀以300g就輕很多 它們整體的外形基本上都是跟回80年代的復古風格 它們很細小和很輕 所以很適合長期掛在頸上 而且聽歌的時候 就算頭頂沒有海綿 也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為什麼它們這麼細小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用了on-ear的設計 即是它們是貼在耳朵上面 而不是整個耳朵罩著的各種全罩式耳機 有好處又不好處 好處就是很輕、很細小 容易一些襯衣 長期戴著或者掛在鏡頭也不會累 其實這些外形是很適合今年頭戴耳機的定位 除了用來聽歌它還是一個裝飾 就算你不聽歌也會掛在身上 另外長期戴著都不會好焗 不會帶到整個耳朵都出汗 而沒那麼方便的地方就是戴了眼鏡再戴它 感覺會比較明顯 因為它剛剛好地貼著你的耳朵 所以怎樣都會頂到一點 耳環我就有研究過 直接蓋下耳朵耳針會刺到後面的肉 但如果耳環不是很誇張的款 扭一扭避開一點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去到使用方法 雖然它的外形很復古 不過它是無線藍牙耳機 所以只要連藍牙就可以用 另外它還有一個APP可以配合使用 APP的介面很簡單 可以看到電量 下面會有EQ的調教 EQ的選擇都很多 除了有不同的預設模式之外 還可以自行調教 在耳機上面還有兩個轉盤和一個實體件 左邊轉盤用來控制上一首歌、下一首歌 而右邊主要用來控制音量 它的轉盤其實很順滑 好像一些減壓玩具 我會忍不住不斷轉 轉給大家聽的聲音 而在右邊的機身還有一個實體件 短按一下就是暫停或者播放 而長按就是開關 另外還可以用這顆實體件來連接藍牙 咳線、聽電話等等 去到音質部分 它用了36mm的動圈單元 因為是All-Ear的設計 所以在聽歌的時候 同時都會聽到外界的聲音 而它的聲音都是比較自然 其實它的低音聽起來都不錯 也支援藍牙5.3 不過因為它是貼耳式的耳機 所以它就沒有降噪功能 因為它是On-Ear的耳機 所以就做一個扭聲的測試 因為我怕戴在耳朵那裡 弄太大聲會濃 所以我派出了我的公仔 一般4-5成其實都聽不到聲音 不過去到7-8成就會聽到 而去到100%音量其實都很明顯 雖然正常人很少開到這麼大聲 但如果你經常都要弄得很大聲 有少少撞攏的話 用它就要小心讓人知道你在聽什麼 去到續航力的部分 它有22小時的續航力 充電過半小時就可以完全充滿電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用幾天才充一次電 最後因為這隻耳機實在太適合搭配衣服 所以我就搭配了三套的Outfit給大家參考一下 去到感想的部分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輕、便宜和漂亮 它三種顏色都很漂亮 無論曾經用過舊式的耳機 又或者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好像我這樣 我都會覺得這款耳機很帥氣 印象中透明也是最受歡迎 我自己都最喜歡透明色的 所以我現在已經掛在身上 另外因為它很輕的關係 所以全日掛在頸上 又或者戴在頭上 都不會有很大的負擔 它裡面還有一個防滑的設計 所以都不會先來先去 而且因為它的價錢很便宜 幾夠水 600元就已經買到 某程度上你想買一隻耳機來襯衣 都很容易入手 又或者現在即是臨近聖誕 它都是一個挺好的聖誕禮物 而要比較注意的地方就是 它是on ear的耳機 所以就比較容易夾耳朵 特別你是戴粗框眼鏡的人 就要留意一下 戴耳環有沒有問題呢 我自己戴耳環就會調教一下 耳機的位置 令到它的針 不會刺住我耳朵後面的肉 但當然如果你的耳環 可能是光花 很容易爛 或者怕被它夾到的話 這一點就要留意一下 好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話就給個讚 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很不再見 拜拜